馬英九 馬前主席 兩位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今天 馬前主席 他這樣說 他說 現在 經濟不好 今天騎腳踏車 騎腳台北 他說 民進黨這次七年 大家都很鬱鬱 我覺得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一定有很多人很鬱鬱 可能有很多人很快樂 很快樂不一定是經濟好 有可能是他覺得 民主自由 或是說 本土政權 有的政府這個 也可能是因為 那個什麼 轉型正義做不夠 有的是什麼 經濟真的真壞 所以每個人 我們都要尊重 但是他今天這樣說 他說 台灣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包括經濟改革 我今天就要再來說這句話 包括經濟改革 每天都說到 都說經濟改革 都說民進黨 你變成經濟 我是很不同意這句話 為什麼不同意 等一下我可以來講 來 我們來看一下馬英九前一次 前一次 在國營事業改革的時候 他也可能是看到我們的建議 就是說 你如果做民進黨 做總統的時候 國營事業都給他證明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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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說要給他動作政見 來 我們先來看VCR 看著民進黨政府 執意推動國營事業改名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不甘寂寞 帶著黨務主管舉行記者會發表談話 全世界的郵票都是反映國家的名稱 在國家名稱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變成郵票的名稱 當然是不當 像這類的改變 我們會在2008有機會執政的時候 把它改回來 所以我今天是這樣建議 是不是建議 馬英九主席 他如果真的選到總統 台灣民主紀念館再改回來 把黨做政見 如果那是你們認為是 的價值 的價值 你應該把它當成政見改回來 我相信這樣應該會比較多票 如果民進黨這樣做 粗暴違法 我希望這個黨大家不記得 是不是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來 黃老師 所以我覺得這樣講 他們應該直接去面對這些價值的戰爭 像這一次 這個郝龍斌把這個問題 轉成文治法的問題 轉成這個台灣民主紀念館 到底還沒有經過立法院通過的問題 譴責中央政府違法等等 我是覺得他們自反而說 他們自己知道 這個問題不是這樣看的 他如果直接去護衛蔣介石的價值 他們知道這樣做不下去 不對的 人民不會支持 所以他們轉移議題 轉對文治法 所以我就覺得說 雖然今天這個掛牌 都不盡 大家不盡滿意 因為沒有對一定拿下來 是 沒有說這個頂頂頂頂 這樣算粗暴嗎 但是你看看 今天插的整個議題都轉在 中央政府有沒有違法 違哪一個法 有沒有違文治法 有沒有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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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來講是 心中最後的精神堡壘 是他們內心深處 最深處的一個精神的寄託 這個東西他不敢說 他不敢出來辯護 蔣介石是對的 他不敢辯護這個問題 他不敢說改名是不對的 他不敢說文治法 那個事情 是啊 因為你看 阿鼻子還是說教育部 他要去更改這個 中正紀念堂為民主紀念館 主要是早遠在對於蔣介石 過去的威權統治 挑戰這個 希望把這個幽靈 威權的幽靈從台灣去除 他們如果覺得他們是對的 他們應該辯護這個 他們應該辯護說蔣介石不是幽靈 蔣介石對台灣有貢獻 這個紀念館應該在這裡 中正紀念堂不能蓋 但他們轉去文治法這個問題 是 蔣介石今天這樣說 他說陳水扁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就是沒有拚經濟 他還在拚經濟 為什麼七年不改 你現在改為了選舉 但是拚經濟 我早有給大家看 那七十九個法案 那七十九個法案 他有把經濟法案擺在前面嗎 都三十幾個法案 你現在說你的標準在哪裡 我們剛才有說 中正紀念堂不能訂定了 林下路可以訂定了 你說民進黨沒有拚經濟 好 你敢有拚經濟 我要講的是 標準到底有沒有一致呢 來 許老師 其實洪一講 其實就是雙重標準的問題 郝文斌 郝市長今天說 他要把那布曼 兩片布曼拆下來 因為他是違反文治法 我想請郝市長 先把你家的違建打掉 你說中央帶頭違法 那郝市長你是不帶頭違法 而且你還當上市長以後 就地合法 所以我會認為說 其實這些所謂權貴之後 不論是鴻冰 不論是馬英九 他們現在遇到一個價值上很大的困難 我覺得剛才洪老師講得很對 他不敢正面去擁戴蔣介石 為什麼 因為他不希望2008年選舉的時候 變成威權對民主的選舉 這個蔣介石跟國民黨綁在一起 這個民進黨好像是跟台灣民主紀念館 今天很多這個農民伯伯或是老兵 他們跑去去踹這個台灣民主紀念館 想想看台灣民主紀念館 這幾個字何辜啊 他們是陳水扁紀念館嗎 是嗎 他是民進黨紀念館嗎 不是 可是今天變得是 好像是蔣介石跟台灣民主 這東西對立起來 這個東西當然對這些權貴之後 他們非常清楚 所以他們不立 所以前面洪老師講得很對 就是說最後好像變得是法律的問題 依法行政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些媒體 其實也不敢去講說 其實這是意識形態之爭 這是轉型正義跟威權之間的問題 其實馬英九跟郝龍斌 你們是不是真的講得很清楚 你們覺得你們用戴蔣介石的價值 不是嘛 也不敢講 只好用依法行政的東西來當擋箭牌 是 其實齁 大家可以歸類喔 可以歸類 你記得郝龍斌好市長張 他說什麼 那個市議員那個顏勝貫 在質詢的時候說 蔣介石是個獨裁者不需要紀念 他說不對 對 我們是紀念對台灣有貢獻的人 OK 我們每個人認定看法不一樣 一人大家 你對這個面看 對這個面對這個面看都不一樣嘛 好 所以我們要這樣說 是不是啊 國民黨跟馬英九 就跟歸類為蔣介石加貢獻 民進黨跟阿扁 歸類為什麼 台灣跟民主 這樣就好了嘛 讓大家去做選頂嘛 是不是這樣比較適合 沒有 我是覺得喔 國民黨現在是遇到兩男士的邏輯辯論 到現在為止 他沒辦法提出一個真正的理由 所以都常常說 那是時空背景 不過你把重視檢討起來 蔣介石的功過不早日定調 永遠就是國民黨的一大 最大的包吾 他不敢公開來複獎 因為一方面國民黨 現在慢慢往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被靠攏 都要去北京 他不敢公開來複 蔣介石這個英拜對 民對台灣的這個做法 他不敢 現在又不敢說不富翔 所以現在去拋出一個文資法 用法律的問題來抵擋 不敢說大大陣仗 說來公開來 要來複獎蔣介石 不敢嘛 所以我們今天看 他今天是可能 到現在為止 沒辦法說出一個理由出來 只能說是時空背景 那是甚麼的時空背景 是 可是心臺中 他也信任說蔣介石的功過 那句話說得比較大 我今天又建議就是說 馬英九 馬前主席 是不是明仔仔 如果再建議說 我如果選到總統 台灣民主紀念館 改回來 中政紀念館 他不會再中間 沒有意思 他今天是講時機敏感 今天時機一點的敏感 可是改不改名 還是要怎麼樣 是可以討論的 他比較有彈性 他應該是怎樣 你跟他說 不然明仔仔說你要改回來 真的說了 我相信他後悔了 所以這次我 我相信他不會 明仔仔搞不好 不要緊 鼓勵 鼓勵 因為到2008年的選檢 他應該是一個 有現代感的選戰 馬英九他以前 他想玩的是甚麼 那種陽光男孩 事實上就是很現代感的 那種選技 那不是那種 過去台灣那種 所謂的 我們台灣對中國 還是這種悲情的選技 不是 你看馬英九以前 他就想搞一個現代感 現代感絕對不是靠外表 對啦 是啊 現代感是靠這個 有沒有站在時代的前端 站在自由民主的前端 對 外表是現代的 可是內心是保守而反動的 是 所以現在 他本來2008年 想要用現代感來打這場選舉 結果再透過民進黨的證明 透過民進黨對中政紀念堂 改名叫做台灣民主紀念館 都把他這個現代感 完全就把他打碎了 他們就發動互獎大遊行 他們現在去對於這種 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各種反彈 你知道嗎